哈囉 嗨 大家好 今天 大家好 我名叫李玉如 那等一下我會再進一步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比較想 我比較想要知道是現場有多少人在玩遙控飛機 被麻煩舉個手 或是周邊的好朋友在玩遙控飛機 懂沒有 那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多軸飛行器 所謂什麼叫多軸飛行器 剛剛我看到有人舉手 你可以稍微 稍微描述一下他的外觀 或是他的特徵 可以講一下 很多種的螺旋槳 在廣義的定義來講 他是很多螺旋槳的一種飛行器 那為什麼說廣義呢 因為實際我們在定義上的時候 像我們的運輸機 其實他也是所謂的很多螺旋槳 所以我們一般 在講所謂的多軸飛行器 我們是針對 類似直升機是我們直接提供垂直升力 然後並且是用兩個以上 甚至三個、四個、六個、八個以上的螺旋槳 來提供垂直升力 我們在這邊定義為多軸飛行器 那這次很高興就是你們前面 有位大哥、鴻基大哥邀請我來 那其實我來這邊演講是我 即將畢業 碩士班畢業第一次在校外演講 所以我直接不知道 我講的內容有不有趣 這樣我會幫你背書 不需要 是我的指導 是要幫我背書 那我先稍微簡述一下 我是畢業於淡江大學的 航太所的支控組 那我也是航太系畢業 那在航太系的這四年 其實我的專業並不是在多軸飛行器 那我的專業其實是在 設計飛機以及飛機的控制這一塊 那你會看到上面兩張照片是 我們過去七年 我過去七年曾經參與的其中兩架飛機 那上面那一架飛機 是我們一般的就是定義機 那它對我們來講有好玩的地方 就是數學的部分 那對於大家來講可能它不好玩是因為 它其實跟我們一般 在我們出國飛機其實大同小異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所以它很危險 它速度很快 而且我們三架有出來兩架 所以一點點不好玩 那我們第二架是我們太陽能飛機 也是我參與過比較大的一個project 那它是主要來驗證我們實驗室的一個所謂的升降壓系統 也就是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的系統 那這一架也不好玩 因為我們預算不多 所以我們用太陽能的效率 光電轉換效率其實不高 那最後最後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是一整個team 我們一整個team在坐飛機的 那我們一整個team後來發現其實定義機很麻煩 在法規限制上非常多 而且它極具危險性 所以我們後來把腦筋動到所謂的直升機 那直升機我就沒有放圖片 不過我想大家應該對所謂一般 我嘴巴裡面講的直升機 應該都有一點點影像 就是它的該長什麼樣子 那直升機它的難度很高 在去年2013年 我現在講的都是無人的喔 所以你比較供應有人 像齊柏林大導演他搭載 他來看見台灣都是用有人的直升機 那我因為是隸屬於 就是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 所以我現在講到最後 講的都會是我們不載人的飛機 所以你現在看照片的飛機都很小 那傳統直升機它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機構非常複雜 我們是依靠 我們是依靠它的一個主螺旋槳的盤面的琴角 以及它的一個pitch 也就是所謂的螺距 然後來改變我們整個架螺直升機的一個垂直升力 以及升力的方向 然後來改變我們整個直升機的姿態 以及位移的部分 但是在2013年 我們的無人直升機在全世界一共發生三起奪命案件 它的理由是因為一般的傳統無人直升機 它的講義非常大 講義大的代價就是你的結構要非常強壯 強壯到你必須用複合材料來製作你的blade 也就是說你的主葉片 那它所造成的結果就是說 你可能手一碰到 或是說那三個可憐不幸的美國人、日本人跟澳洲人 他們的頭都不小心被碰到了一下下 他們就被瀉掉 所以他們三個人都是當場被 就是三個人就是安息在當場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說 它的一個危險性是 我們所有定義機、直升機以及澳洲載具 它是危險性最高以及最難維護的部分 順來一提那三個人全部是該國的國手 也就是他們國家在世界各地比賽所會派出去的代表 所以他們是比我們這種學術出身的專業十倍以上 就是在維護記憶體的部分 他們是非常專業 但還是會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所以不好意思 我們的實驗是沒有人敢玩 所以我們有三架大型私有直升機是沒有人敢飛的 所以最後我們看到了一個小玩具 就是叫多軸載具的部分 就是我們三張照片最下面那一張 那多多載具你會看到 近幾年應該說今年初在台灣大放逆財 拜兩個瑣事 第一個其實就是我們齊伯林齊大老演 他的看見台灣 但看見台灣他的載具是在人載具 非常花錢 他花了三千萬去買所謂的影像穩定系統 然後去拍了一個看見台灣 那一般的導演或是一般的空中攝影的需求 其實沒有辦法花三千萬去拍 所謂的空拍圖、空照圖、航拍圖 或是正攝影像這些專業名詞 他是沒有辦法花三千萬 他可能花三萬塊就是極限 或是了不起三十萬的一個project 你怎麼可能花三千萬去買一個 在人直升機專用的一個攝影系統 所以去年在看見台灣的帶領之下 我們無人的空中攝影系統的幾間公司 還有國外的公司 那就是突然被這個需求就聞香而來 所以他們就是大量的在販售 以及你們會看到就是路邊隨隨便便都會有人在那邊玩 所謂的多種飛行器 第二個拜誰所事呢? 其實就是所謂太陽花學運 那太陽花學運它的曝光率很高 高到什麼程度? 高到我們的新聞業者 他們願意花錢去請空拍業者來拍所謂的獨家畫面 那也因此我想大家那陣子有在注意新聞媒體的話 應該都會看到空中有飛來飛去奇怪的東西 一開始大家還不知道還認為那是國安局的一個五人飛行器在做徵收 其實大部分絕大部分你看到小的白色的黑色的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新聞業者或空拍業者 他們在用自己的載具去做一個徵收動作 那國安局他們也有類似的系統 不過國安局目前還沒有投入實戰 目前我們國家有投入實戰的比較多是兩個單位 第一個是國軍的單位 也就是我們的戰術徵收大盾 還有所謂的就是消防單位有在實際使用 那因為它的好處是 其實坦白講 只要你安裝得宜設定得當 其實給你們一個小時 你們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飛行 設定是更短 如果你空間感更好的話它更短 所以非常適合做 包含學術應用 工程應用 還有各式各樣的應用 那也因此我們從2012年 我們實驗室開始引進 多手載具的各式各樣的儀器 以及去進行多手載具的一個開發 那照片裡面的這一架其實是我們的第一代 因為我們有些東西可能知道 生理國科會的東西 所以我不一定能把照片就是隨便的 致意的 對 所以在這邊放的你們都可以拿去投筆 或者是去看都沒有關係 那有一些有興趣可以私下來找我 可以分享 但是盡可能的不要讓我老師知道 這樣就可以了 那在談到多手載具之前 我先跟大家提到一個UAV跟UAS的概念 在早期我們其實都會談 其實我們都會談所謂的UAV 就是unmanned aerial vehicle 就是所謂的無人的空中載具 那為什麼說是早年呢? 因為早年其實各國包含台灣 其實都沒有不怎麼重視就是無人載具這一塊 到了大概2010年之後 我們在FAA的正式的通告之下 我們正式把所有的相關的系統稱作為UAS 也就是我們把系統的概念導入 那為什麼我們稱之為系統? 因為我們過去在講UAV的時候 其實是針對右上角就是會飛的東西 我們只要講無人載具 我們就只會針對UAV 地上的人、地上的電腦、地上的我們都不管它 那到2010年之後 我們稱之為UAS的時候 我們正式把所謂的人以及地面的導控系統 全部納為所謂的整個無人飛機的一個系統裡面 那在這邊會提到的是因為未來 在之後幾張我們會提到就是地面佔的部分 那地面佔的部分其實在無人飛機系統裡面 我們佔了大概一半以上的一個比重 因為坦白講 飛機飛出去大概100公尺你就看不到它了 那剩下跟你跟你相處 然後給你信任感的其實是地面導控系統 換言之也就是說 只有地面導控系統救了兩人飛機 那除此之外沒有人救了兩人飛機 那右邊下面兩張是廠商的多軸載具 那主要是給大家看 我們目前講的多軸載具其實大致為分回幾個軸 三軸、四軸、六軸、八軸其實我們都稱之為多軸載具 那它的差異在哪? 其實它的控制的理論 它的控制的方式其實大同小異 只是它的軸的數量不一樣略微不同 那唯一不一樣的是我們基數軸 也就是所謂三軸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會回波頭來講 它在控制上哪邊略微不同 那主要幾軸幾軸 我們可能會看外面有在玩三軸、四軸、六軸、八軸 其實軸數越多其實只代表兩件事情 第一個它很貴 因為它要載的東西一定很重 所以它的東西很貴 你不會希望一千塊在一個三十萬的一個攝影用 電影級的camera 然後再幫你拍電影嗎? 你當然不希望廉價的東西 或是說你的不可靠的一個機械結構 然後來載這麼好貴三十萬或甚至五十萬以上的 一個專業的空中攝影的戲嗎? 所以我們當然看到軸數越多 你就要意識到一件事情 它很貴而且它很重 那既然你會意識到它很重 其實你就必須意識到第二件事情是必然發生的 就是它很危險 一般八軸的起飛重量基本上在11公斤到14公斤左右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奇怪 像這個演講者可能就70幾公斤了 10公斤算不了什麼 不過你要算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 如果它是在高度一公尺 你的確不用怕 因為它砸下來就是它自己壞掉 可是它在你頭頂上500公尺 這個重力加速度下來 這絕對會出失 第二個 它或許不高 可是你要想八軸每個propeller 它每個propeller它的轉速起碼大概會落在340轉每秒 它們可能用的槳 可能用所謂的ABS或者是所謂的探先槳 那它們強度其實很高 韌性很高 如果你一不小心被碰到 坦白說沒有見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當然這個一定要你要看操作者的整個緊急處置的一個SOP 來決定說你會不會出事啊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 像我們實驗室有所謂的緊急處置的SOP 那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的傷害 當然它如果在你頭頂上 我們還是會降你跑 但是基本上我們會降低功率 然後也確保說你被獨軍港碰到 是不會受太大的傷害 但也僅止於此 因為重力加速度 重力不是歸我們的管 那是歸上帝管 那我們來稍微了解一下我們的整個飛行原理 我們先了解我們最基本的四軸的飛行原理 不好意思這是從我懶得畫圖 所以這是從我的論文上面直接偷下來的 那我們先只要意識到一件事情就好 你只要看綠色的標 綠色的標是代表整個螺旋槳的旋轉方向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四軸 它有兩種旋轉方向 一個是正 一個是順時針 一個是逆時針 那只要是偶數講八個六軸 其實它也是一樣 四軸有兩個正 兩個順 兩個逆 那六軸就是三個順 三個逆 八軸就是四個順 四個逆 那它怎麼控制它自己的姿態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敲敲板 我想這應該是屁話 就是一定有玩過敲敲板 如果你沒玩過敲敲板 就是你把手伸出去一支筆加在上面 試著讓它平衡在你的手上 你勢必要在兩邊施加對等的力量 你才能讓你的鉛筆在彈空中在你的手指上 保持一個水平的力量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現場實驗 那我想這是一定 一定是這樣的 那四軸其實它就是一個 兩個維度的一個敲敲板 我們x方向是一個維度 然後y方向是另外一個維度 那你會發現 其實x方向的維度 它上面就有兩個螺旋角 那什麼意思 我們先不論它的旋轉方向 我只要讓它想要往前低頭 往x方向低頭 什麼意思呢 我只要 這一個螺旋角減速 這個螺旋角加速 取代的是什麼 減速的螺旋角它的推力會減少 我想這應該是很直覺的事情 轉速變小你的推力變小 那相對的轉速變多你的推力變多 那你敲敲板自然會傾斜 那你的整個四軸的姿態就會改變 那當然Dy的軸向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往前低頭 那就是這兩個螺旋角減速 這兩個螺旋角加速 這是一個很直覺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般在玩俏俏板 你要讓我這邊降低 就是對面那人輕一點 我這邊就一定會落到地上 那我一般四軸會做幾個動作 也就是上升 上升怎麼做 上升就是四個螺旋角 統一一起的增加角速 當它的垂直推力大於 或是略大於遠大於我的重力的時候 它會以一個加速度往上 並且以一個速度往上 那如果要做像是pitch或ro 也就是所謂的俯仰 還要滾轉這些標準的 飛機的動作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靠俏俏板原理 然後來讓它做到pitch angle 還有所謂的raw angle 就是撫養低頭抬頭 或是我不知道你們聽不聽聽那種 pitch 嗯 撫養跟滾轉 反正就是低頭抬頭 然後左邊下右邊上 然後跟左邊上右邊下 反正就是一個俏俏板的概念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什麼 比較不一樣的是所謂的邀引control 就是這樣子旋轉 也就是所謂的沿著Z的坐標軸旋轉 那沿著Z的坐標軸怎麼旋轉呢 我們先回顧一下 那我們一般傳統直升機為什麼它尾翼 因為它的主意啊 在高速旋轉下 它會有產生一個反作用力 或是說我們講反向的code 也就是說你拚命轉上面的螺旋桿 你下面的機身也會拚命往反方向去旋轉 那駕駛員不死才怪 所以你勢必 勢必一定要在尾巴的部分 再加上一個小型的螺旋桿連動的 那它會抵消掉所謂的反向的code 那你會發現其實我們四軸並沒有這個鬼東西 那它怎麼去抵消掉轉向的code 你就會發現剛剛我講說 我們偶數的多軸載句 其實它都是兩個順兩個膩 其實當兩個順跟兩個膩加總的轉數是一樣的時候 比如說順時針轉 假設全部都是400轉每秒 然後逆時針也是一樣 那其實它們產生的code 剛好是產生反方向的code 它會相互抵消 所以它並不需要像直升音機一樣 也需要一個連動的一個尾舵 尾旋翼去抵消掉所謂的反向的code 反向力矩 那它如果想要做這個旋轉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一般順時針它產生的反向code 就是逆時針 它想要逆時針轉 它就是順時針的螺旋槳加速 它就會產生多餘的 沒有辦法平衡掉 沒有辦法balance 掉的一個反向code 那我們四軸它就會 就會往反方向的腰移去做運動 所以其實它飛行原理非常簡單 但你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如果它的一個螺旋槳壞掉的話 它就會失控 對 它就會失控 那一般我們 目前有時針單位在做的是一個螺旋槳斷掉 它還可以慢慢的落地 但其實那都是在所謂的unstable的狀態下 就是它沒有辦法穩定的執行任務 並且循環在空中的狀態下 那所以你只要看到一個多軸載去 只要是四軸 六軸 八軸 它斷掉一個螺旋槳 我建議你就是往反方向趕快跑 因為它是不可能 應該說它是不太可能是被控制 那當然其實有一些商用系統 大概六軸或八軸 它一個螺旋槳斷掉 基本上是還可以勉強飛 不過那邊也要看狀況 如果當你的勞動或是風太強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建議你往後趕快跑 順帶一提是這個東西 沒有保險公司會去理賠 因為這個東西在某種程度上講是 法律邊緣之外的產物 所以暫時離它們遠一點 如果看到你們現在外面很多 看到基本上建議你們就是遠觀 不要靜看 不要湊熱鬧 有一部分的阿伯 我們一般講飛行的阿伯 就是是玩興趣的 他們在法治晚點會比較差一點點 當然不是說他們想害你 因為搞不好他們沒辦法控制 也是害到自己 所以他們其實都很小心 但是這種東西其實總是會有個外因 那飛行原理的部分我想大家應該很簡單 就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那我想多軸載具的應用 我不知道大家應該有一些概念才對 像第一個我把它擺在第二個 其實大家常看到其實是所謂的空中攝影 以及電影畫面 目前電影或是我們一般在講拍的MV 它大部分很多的空中攝影 其實已經在採用隨著多軸載具 來做一個空拍的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便宜而且快速 怎麼說便宜 你要請你的掉臂 或者說一整個人在高山上 其實那是一個很困難的動作 但多軸載具坦白說它的整個操作成本 它是非常低的 當然研發成本例外 但如果說你會操作的話 其實它操作成本 它是非常低的 再來 其實大家會看到 我們可能像一些車場 它拍出來一些廣告 你們可能會覺得那是一個動畫 就是從空中飛越一個橋啊 車子在那邊跑啊 你們可能會覺得那是一個動畫 不過坦白說其實 如果你用空中攝影的話 可能只要10到20萬 但如果你用動畫的話 大概100到200萬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建模很貴啊 你要建一個橋的模 你就要花掉一個人的工時 你要再加一輛車子 要再加兩個人的工時 而且建完模之後 你還要渲染 渲染也要一個工時 好不好看 也要看技術跟你投資的錢 所以一般來講 現在在建築業以及我們汽車產業 他們在拍廣告或是在拍一些EM menu的時候 他們其實大部分今天在採用 所謂的空中攝影的部分 那他們在空中攝影之後 他們拍攝法的照片 他們只要很簡單的後製 他們就可以有他們的效果 而不需要從頭去建模建造死掉 然後你可能一看還覺得那是假的 那很不值得 所以他寧可用空中攝影系統去拍攝 那工程的部分呢 其實工程的部分其實現在的應用 並沒有很廣泛 那取決於幾個 取決於是我們的地理圖資的會制 跟地理的會攤 那些工程人員其實並不太懂得 怎麼去運用這一套系統 不過未來它會越來越多 因為目前是成本降不下來 如果說以後成本降下來 其實你會發現以後工程人員 他要去看說他的橋樑 或者是說走山的狀況 其實他們只要站在地面上按一個鍵 你的飛行器就會自動完成 然後你只要喝一杯咖啡 聊個天等個15分鐘 他會把所有的你要的影像 你要的非常全部傳回到所謂的地面站 也就是說傳到你手上 那你再來 而不像現在我們工程人員 要很辛苦去爬那些橋樑 或是可能要去爬那些山 才有辦法取得這些比較珍貴的資料 那工程的應用大概還有很多 那這邊就先不贅述 那其他的話 目前應用比較多 是軍事用途與收救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前幾個禮拜 在基隆那一帶有一個攝影師在山上 可能就是失聯 那其實相關單位以及很熱心的飛友 他們大概在那邊飛了大概7天 在做收救的動作 那其實全部都是用多手載具 至於為什麼是多手載具的理由很簡單 那邊沒有飛機長 那邊沒有很直的跑道 所以你的飛機沒有辦法飛 我們設計出來的飛機 它的跑道最短最短至少要100公尺 那有不用跑到飛機 但在山上的風還滿多 一下子它就會吹跑 那也沒辦法 不適合拿來做收救用途 所以這一次收救 雖然說最後是無功而返 不過我想應該是開亞洲的先例 採用多手載具 將近超過100架式 來做一個大面積的一個收救用的 那軍事用途的話 我想就是偵查沒有其他用途 大概就是找敵人 然後跟躲敵人就這樣沒有了 那這邊補充一下工程應用 我們目前實驗室能做到的部分 其實很簡單 我們拍載具上面拍一頭拉圖的照片 那它會結合我們的多手載具的位置資訊 以及姿態資訊 那依據你的需求 根據你的需求 去融合成你要的一個地理土質 你要2D的也行 你要3D的所謂的高層X的資料 3D的Model 完全根據你的需求 那為什麼說工程應用 它是一個這樣的價值的應用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用過Google Map 我想你要用Google Map來辨識 一輛車有沒有在那邊 我想勉強可以 可是你要辨識一個人 有沒有在那邊 我想你不進街景應該是很難辦得到 那多手載具或是無人載具在做工程應用 也就是說拍地理土質它有個優勢 它的解析度可以達到3公分到5公分 也就是說你可以辨識出那邊有沒有一台手機 或是行動電源 所以它要辨識出一個人是相當簡單 除非你沒有味妝的顏色 那當然是另當點了 那影視的部分 我想給大家看一段很小很小的MV 我想大家應該有印象 如果有在聽有情音樂的話 這有聲音嗎 聲音不重要 那請大家專注的看畫面 這其實是五月天的MV 但說真的我沒有在聽五月天的音樂 像這幾個鏡頭 其實都是多手載具在拍 這個沒有了 但剛剛在飛越所謂的海浪的時候 它其實都是用多手載具在做一個航拍的動作 剛剛有一秒也是 這個不是啊 這是請大象來拍的 不過這也是後製的 像這個是請多手載具來 那給大家一個sense 其實柏英導演他請一架直升機 來幫他拍一個取景 來給大家猜 直升機就像什麼都沒拍 他只要比一帝 齊柏英導演要花多少錢 一萬的舉手 真的直升機 真的直升機 齊柏英導演是用載人直升機 五萬的舉手 十萬的舉手 直升機只要離地 他就要負擔兩個基本費用 第一個是機場的航權 你要付這個錢 你的停機品要錢 第二個是燃油費 基本上他只要一離地 他到現場繞去發現天氣很糟 然後飛得回來 然後改天再拍 但這一趟他基本上要花十萬到二十萬左右 也就是說他的錢是用噴的啦 但給大家猜 像我們實驗室的多多載具 當然沒辦法拍這麼高清的影像 那我們其實把成本壓在一萬到三萬的成本 那當然最後給大家看 三萬塊拍出來的影像是什麼樣子 你們就知道他們大概會花多少錢去拍 那像是五月天還有MV在使用多多載具 其實大概成本也不過五十萬左右 五十萬到六十萬之間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在 無人載具在跟有人載具的界線 應用的範圍越來越長 無人載具他的優勢很大 那唯一他的缺點就是他體積小 他穩定性相對不高 所以他技術含量相對非常高 那再來還有什麼其他的應用呢 當然還有娛樂 像這個是我們實驗室會無聊 然後一方面也是鍛鍊學病 然後一方面也是驗證我們的載具 是有辦法抗風 機械結構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是控制組的 所以我們不念結構 那結構組的不想理我們 因為這很麻煩 所以我們只能自己竄 就是說好嗎 飛個二十趟不會摔 就代表結構OK 飛個一趟兩趟三趟會摔 結果就是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娛樂效果 就是我們幫校內社團掛 掛複條 然後再做社團的宣傳 不過其實他的宣傳很大 但他的海報做太小 所以其實他們招生還是有點困難 因為我們飛都飛滿高的 因為我們不太敢在 就是心生的頭頂一公尺在那邊飛 我怕手劍的人會把他扯下來 然後就會傷到人 所以飛滿高的狀況下 基本上你看不太到字 你只看得到有蒼蠅在耳朵旁邊嗡嗡嗡 因為他滿吵的 那多種意用會不會越來越多 那我想大家 有些人會上Kickstarter 可以看 像細谷現在至少有 大概將近十間 十間新創公司 都在做多軸宅具的部分 Kickstarter上面至少有四間公司 已經在推出他們的產品了 包含我想大家應該都聽過 Airdrop或是Hexo 那我想他們都在集資 然後都想切入這塊市場 所以他的應用面會越來越廣 然後未來也會到各位的生活領域裡面 你們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長 看到他的中意 那這是他應用的範圍 說了這麼多 我們都在講前言 那我想各位會坐在這邊 應該多多少少會手癢 會想玩 會想碰 會想要飛 當然不會想要摔 所以 在這邊我們開始介紹 簡單的介紹 就是我們實驗室 我們目前是兩個team在做 那我這個team 硬體比較low 所以我們選用國外的 有open source的 hardware跟software 我們直接來做 那我們只做什麼東西 就是把它的演算法改掉 不過那是我們的事情 我想這邊我們今天是不會多講 我不想要上個月才口試完的東西 今天再講一次 那從剛剛的原理我們會發現 因為現場沒有人會玩搖晃飛機 我稍微講一下 一般的飛機其實你不需要大腦 你就可以飛 因為大腦就在你的身上 你可以直接很簡單利用遙控器 什麼是遙控器 我們一般利用遙控器 我們就可以簡單的 控制飛機上的所有墮面 然後來介紹一般飛機的所有姿態 但四旋翼不太一樣 四旋翼、六旋翼、八旋翼 它的所有的馬達的控制 必須由統一的一顆CPU 或是我們一般講單晶片來計算 來計算說 我現在傾斜多少度 然後它必須來補償多少的轉速 所以什麼是大腦 我們一般講中文 用中文來講 就是英文是Flight Controller 那中文就是Fatom版 或是航電版 各式各樣中文都有 反正有些是我們翻 有些是老北翻 有些是不會翻的翻的 反正就是類似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是目前採用是ATM2.6 那它好處是什麼 它好處是 它其實你們其實看 我們講這套系統就是AduCopter 前面有四個英文字母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敏感 最近這幾年或是你們這系列課程 常常會聽到AduNo AduNo 它採用2560的ATMega晶片 那你們如果有一點 有用過AduNo UMO版的話 就會發現它是用380p的晶片 或是說可以插拔那種封裝顯示 也有其他什麼165 那個我都不記得 那我們實際是用同系列 然後只是比較高規格的一個chip 在做Fatom 那它一樣可以做線上騷錄 講這些其實就是要告訴你 它很好開發 你只要一台筆電 一條Micro USB 然後一顆APM2.6的整個集成的航電板 你就可以做開發 但你的電腦面必須換相對應的一些開發軟體 如果你想要自己改code的話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改code的話 你直接藉由它的套裝軟體 你直接燒進去 做相對應的設定 你組裝 它就可以飛行 當然設定那一塊之後 我也稍微再提到一下 那右邊是 剛剛有跟洪西大哥講說 剛剛洪西大哥有問說 我們現在開源最夯的是什麼 是APM2.6嗎 我說到今年初到今年1月的時候 是的 最夯的是APM2.6 不過它即將被右邊內的打敗 就是Pacehawk 稍微提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APM2.6是APM2.6的晶片 那Pacehawk它是STM32晶片 什麼意思 它是ARM的系統 也就是說你的手機 大部分的手機都是採用ARM架構 那你的手機可以做多工 不好意思 Arduino沒辦法做多工 所以你就知道 它其實在根本的運算能力上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在 那為什麼對非控板這麼重要呢 如果你只是要做一般娛樂 其實一般的影片其實夠用 或是說你今天只是想要控一般的簡單機構 看Arduino也夠用 可是為什麼非得用Pacehawk 其實一般在無人載具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後面再稍微提到 就是有很重要的一塊東西 就是所謂姿態姑測的部分 我把你眼睛蒙起來 然後要你走出這間教室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在哪 你真是在重心部門的狀況下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站在地板上 如果我有辦法騙你 如果我有辦法讓地板不是平衡 就是不是水平的話 我會有辦法騙你 那你沒有辦法藉由正確的姿態 以及正確的位置 來把你自己導引出這間房間 那非控板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那當今天它能用的所謂演算法 其實都是比較比較舊的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powerful 所以它在姿態的估測上面 它其實是比較慢 以及比較強姦性比較沒有那麼夠 所以它未來會被Pacehawk取代 不過我想大家可以直接先跳過Pacehawk 直接先去學所謂的樹梅拍 因為Pacehawk大概出不到一年 接下來今年中的樹梅拍 大概又會把它幹掉 因為那個運算數量 完全不是一個級數 那遙控器剛剛有提到 遙控器其實是針對說 你想要自己用手 控制我們的無人載具的時候 它所設計出來的一個 無線通訊的整個集成的系統 你不需要另外的自己去設計 當然你要自己設計也行 而且其實利用現有的module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這邊還有所謂的無線傳輸模組 為什麼你需要無線傳輸模組 我想開源的飛行器對我們而言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就是說裡面所有的變數 所有的算數 你會想要指導 你會想要 那坦白說外面的飛通系統 它不會給你這樣東西 或是說你要這樣東西是非常昂貴的 那即使你買這樣東西 它其實給你的data 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那aduncounter 它可以藉由所謂的3DR 或者是XB 或者是RFD900 大家光看你的需求 什麼需求呢 兩個 第一個 兩個 一個是預算 最左邊最便宜 中間的那個貴 大概貴個兩三倍 右邊再貴個兩三倍 那另外一個需求是看什麼需求 第一個 它大概通訊範圍大概才1公里左右 XB大概3到5公里 RFD900大概10到20公里 所以就是說觀看你的 對於距離的需求 當然這邊其實通訊這一塊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如果有空有興趣 那我們再來聊 因為通訊我們常常會被騙 有時候你會被旁邊的機器台蓋掉 然後你以為是你的無線模組死掉 其實不是 是因為我們其實是 有人家裡是警察或是通訊警察 其實我們家 我們用的這些頻道是非法的 我們其實是沒有領有這些執照 只是說我們用的網速其實是非常低 那我們相關當外其實是也懶得抓也抓不到 那其實我們用的頻道是跟你的手機頻道是一樣的 所以被戴你不能怪它 你怎麼怪自己 再來是動力系統 動力系統 動力系統其實是我們 除了大腦以外第二個重要的東西 只要你其中任何一個crash掉 它在我們的數學model上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便利 大家直接來看的話就是會crash掉 就是會甩機 最左邊是所謂的無雙馬達 現在無雙馬達越做越便宜 然後越做越強 所以看到有這類的東西 然後上面裝了黑色的螺旋槳就是遠一點 什麼是黑色螺旋槳 右邊是黑色螺旋槳 一般螺旋槳不會是黑色 那黑色隔紋 我能跟你保證 那個打到你絕對痛死 因為那是探仙槳 什麼是探仙 就是複合材料 什麼是複合材料 所以先進的航空器都在用複合材料 那你就知道 它是一種極輕 強度非常強的一種材料 我想有些人會玩車的話 看到複合材料應該也是眼睛一亮 因為它很貴 很潮 而且很強 再來 無雙雲台跟影像傳說的部分 這邊就是雕花 也不能說雕花 你想要拍 你想要拍什麼 你如果想要拍電影 或是說你要拍震攝影像 你想要拍震攝影像 那你就必須要有個雲台 什麼意思呢 剛剛有提到 它的飛行員也是利用姿態的變化 來控制它的位移 什麼意思 它剛剛藉由螺旋槳的轉速X 來改變它的姿態 那你就會發現 它的垂直的生力軸它會改變 它與我們的地板的髮向量 有個夾角 也就是說它會產生一個側向力 那它就會位移 那你就會發現如果你的相機 你的相機直接黏在你的機身上 然後你的飛機晃來晃去 移來移去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頭髮快就會雲了 或是說你的拍出來照片跟影片 非常的不穩定 畫質非常差 所以我們是必須要利用一個所謂的雲台的東西 來即時的修正 因為我們機身的傾角所影響相機傾角的一個誤差 不講誤差 就是一個影響在 那讓你的相機無時無刻的都保持水平的狀態 那右邊那個是影像傳說的部分 那影像傳說的話 我想大家如果有玩夠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東西 就是上面裝載亮的L1燈 它飛超過100公尺 你大概看不出它到底在哪裡 你只要眼睛眨一下 你大概要花3到5秒才找得到 它到底在可能哪些方位 因為我們一般飛行載具 它最大的size 多數載具 最大的size也不過1.2到1.4左右 那你會發現它超過100公尺以後 它的視值鏡其實是非常小 那你眼睛的辨識率其實 其實比再小一點點而已 所以它再遠 你的眼睛沒有辦法辨識它的姿態 或是它的位影 所以我們就必須用影像傳說的部分 把它的影像 它上面有帶兩顆眼睛 然後利用影像傳說的部分 把它傳回來 傳回到我們的monitor 來即時監控 說OK好 它現在在哪裡 那我可以去監控它 那當然還有其他監控方式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介紹地面站的時候 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麼其他傳感器 傳感器部分 這三個其實基本都用基本 那還有很多其他 那其中左邊兩個是拿來做定高的部分 那什麼叫光流傳感 光流傳感其實就是所謂的 藉由兩個照片 前後照片來做影像比對 然後來做定高 或是說你可以用中間的收納來做定高 不過兩者都有它的優缺點 我想你們用你就會知道 或是說你們私底下可以來問 那右邊的話是定下電流傳感 我想我們剛剛用飛行載具都是採樣吃電的 那你不會希望你的手機沒電 你會很幹 因為沒辦法上Facebook 沒辦法打電話回家 沒辦法找人 那飛行器沒有電 它也很幹 因為它就飛不動 它就直接水到地上 然後你也會很幹 因為你要不要以前去修 甚至是你不一定找得到 像我們也在這裡找不到 那我們再來講 我們剛剛講ULS 就是無論飛機系統 還有另外一個大 也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地面的Mission Planner的部分 那Mission Planner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每一頁就是擺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也就是這一頁 它可以做一個監控動作 你在實際飛的時候 可以利用這個畫面 來監控它的實際的姿態 那它這邊會提供給我們什麼訊息呢 包含姿態、高度、速度、GPS 現在有沒有GPS 現在是No GPS 那或者是說什麼 或者說我有一些Sensor 它的Health的狀況 Health值 它的Offset值 它有出狀況 它超出我們的理論的合理範圍了 OK 它這些只是有問題的 它在警示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這個Monitor 很簡單的 來堅持我們飛行器本身的健康狀況 那下面的話就是數值化的東西 那我們也可以從 像Status 這邊有一頁Status 可以更進一步取得 所有的參數 包含你現在取得幾顆GPS衛星 或者說你的GPS的整個狀況 那右邊的Map 它可以提供給你什麼 就是說你現在的位置 那現在應該是沒有接上那個 我們的APM的 所以它這邊沒有顯示 不過理論上正常的東西下 它這邊就顯示一台飛機 一台四軸 然後並且它會告訴你 它會往哪個方向飛 如果它有在飛的話 如果沒有在飛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它現在停在地上 剛剛那個Monica那個page 是告訴你 是做第一件事情是監視 第二件事情是計畫 設定以及計畫 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般要放飛機 它都是用人來控 那我們一般是無人載具或無人飛機 我們的明確定義是 它必須要無人 什麼是無人 就是你不能介入 那你不能介入 誰來介入 當然是他自己來介入 那在這個頁面就可以告訴他說 接下來等一下 任務開始的時候 你要幹什麼 你要去哪裡 去到這個點 然後你要幹什麼 你要去做拍照呢 盤旋呢 脫虧呢 還是什麼 還是降落呢 還是脂肪降落 然後再起來呢 在這邊你可以設計整套 整個任務的 整個任務的一個script 就是一個腳本 在這邊 然後等到實際飛的時候 你只要切換一個按鈕 它就可以自動把整個腳本 執行出來 OK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真正在計畫的地方 那右邊這個page呢 其實是我們趕快做空拍的那個 那我們可以圈出一個area 就是一個區域 它可以自動根據 我們右邊可以設定說 我們右邊可以設定說 我們用的相機是什麼相機 那它可以去計算說 它要拍完這整個區域 要用多高 多緊密的路徑 來把整個區域拍完 那拍完之後 就是像剛剛之前你講的 就是我們會取得一系列的照片 一系列的照片 然後呢 看你的工程用途 你要把它合成成2D的圖片 還是3D的高層差的地理圖資 它就觀看你的選擇 那這邊它會幫助你整個計畫好 整個任務 那再來 第一件事情監視 第二件事情是計畫 第三件事情其實是事前的事情 設定 你必須告訴它 你現在是什麼樣子 它沒辦法自己摸摸自己的身體說 我只有四個螺旋槳 所以我叫四軸 然後再摸一下 我發現多兩個螺旋槳 我現在是六軸 所以它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必須告訴它 所以你必須在這邊設定 你現在是四軸 六軸 還是八軸 還是三軸 還是怎樣 你必須告訴它 那我們這邊很多Page 那我們這邊也不依贅述 大概大致上 會針對幾個Sensor 去做校正 像是什麼 像是磁螺盤 磁螺盤很容易被干擾 什麼是磁螺盤 磁螺盤就是 利用我們地球的磁力線 來做一個黑頂角 督側 那你會發現 只要旁邊有大電流 或是你旁邊給它一個磁鐵 它就被騙得很難賺 所以Compars這邊 我們這邊都需要 我們進一步的去設定 然後並且去做校正 那它有一個系列 像包含什麼 加速劑 或者是Radio的 Celebration 或者是FlyMode的FailSafe的設定 存在這一頁 那下一頁 比上一頁更為重要 應該說兩者的重要性 其實是不相上一項 前面一頁是硬鐵設定 後面這一頁是其實真正比較難的部分 前面大概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說有或沒有 你就會來做設定 然後根據一些教程來做設定 那但這一頁 你必須花很多的精力跟時間來做調整 這邊是什麼設定 這邊是我們一般講的就是控制參數 一般講的控制器的設定 什麼意思 我們一般在 我直接跳到後面 這我們的整個控制理論 那我們是有把它拉出一個Simmel Link的方式來那個 那我們的控制理論是 我們會必須設計一個就是Controller的東西來控制你 像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們要怎麼控制一輛車 你必須知道這輛車有四個輪子 輪子每轉一圈 行音多少 那你就可以很簡單的說 好那我現在叫你車子轉一圈 輪子都轉一圈 那你就知道你車子往前多少 那其實我們也是一樣很類似的是 我們前面有個控制器拿來設計說 我們整個四旋翼大概數學模型長怎樣 那我們的控制器可以拿來做控制 那問題是控制器怎麼知道四旋翼長怎樣 我們全部是用數學的方式去做參數的調整 像我們常聽到PID control啦 或者是LEED control啦 或是有的沒的 全部都在這一邊 那這一頁對我們來講是 就是我們的比較難的部分 因為像如果說各位不想要算數學 那你們就必須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trying error 什麼叫trying error 它飛不起來的時候你就去調參數 調到它飛起來為止 那這個時間是非常長的 我們一開始數學model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我們做這件事情做了大概七個月 等到數學model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用計算的方式來適應各種不同的多種載具 那我們要花的時間是半天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的網用非常關鍵 那如果你參數一旦射錯 你的飛機是沒有任何機會 也沒有任何可能性會飛起來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用GitHub 它不難 然後它就是一個網頁 跟我們以前的SDN那個 我用到頭快爆炸不太一樣 GitHub很簡單 你只要進GitHub打APM 找一個關鍵字叫DIYDrome 它就拍了 點進去 你就會發現它的所有code 就是所有的程式碼都在這邊 你不一定擠得要去改 你可以先去看 它右下角會有叫Download Deep 你可以全部打包回家不用錢 你只要花了30秒 它就打包完 而且它還會附贈什麼呢 它還會附贈自走車 多走飛行器 還有併儀機 還有很多其他tour 所以基本上你想不到的載具 它都已經做完了 你可以直接把Code燒進去 然後直接飛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趕 或者是你也可以從一輛車開始 那GitHub大概就是這樣子用 那燒錄呢 燒錄怎麼燒錄呢 燒錄其實就是用你的Arduino IDE 那當然程式碼裡面要改 就是我們一般其實 他們在燒錄的時候 有一些設定都不太一樣 那就藉由你去改IDE的部分 然後來燒錄 那其實都不會太難 那控制理論的話 我們就稍微大概run一下 就是我們一般 那你在看Code的時候 它在MacBook裡面 它會有 因為我被告知來說 是跟一群會寫程式的人的來報告 所以我就帶了一點理論的東西來 因為我怕大家太強了 對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因為理論 這邊理論是比較簡單的部分 因為程式撰寫的話 你這邊都要寫進去 好 那這邊是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就是你必須把你的Controller 擺在你的Main Loop裡面 那我們一般Control Loop Control Loop 我們會有分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裡面的姿態控制 第二個是我們的Guidance的控制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大家可能來我們線上修課 比較有機會去了解 因為這個東西我碩士班念三年 還搞不太多 才勉強弄了像樣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想這邊 稍微給大家一個圖像上的概念 這樣就行了 那這邊都是模擬的部分 那我就先不提了 我們最後兩個topic 第一個是它到底簡單還是難 我想大家想玩的話 可能會好奇是它到底簡單還是難 給大家一個時間的sense 我們是在沒有人帶的狀況下 然後從頭摸 沒有問 因為我們從三年前開始 那三年前其實玩的人其實也不多 所以我們花了七個月才離開地表 七個月離開地表 離開多高呢 大概兩公尺高 然後馬上就回到地表 就是大概這個樣子 就是回到地表 然後接下來我們安全的飛行 所以我第一個會提到 所謂安全性 我們安全的飛行 你要湊齊這些 所有的組裝的技巧 然後你要安全的飛行 參數都要設定對 我們用花了大概半年 也就是六個月 那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很嚴肅跟大家講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東西一旦出trouble 它的傷性是非常大的 那很幸運的是 目前台灣以及國外都沒有出過人命 所以相關單位就沒有很積極在修法 等下會提到法律的東西 那安全性其實不只為他人 也是為你們自己 在玩的時候 它是一個保障 所以你也不希望你玩一玩 或是開發到一半 然後就被自己的robot尬傷 再來是適用性 你想要他拿來幹什麼 你想要他拿來拍影片 還是只是想要他載著一顆燈 然後相機長鋪 然後就可以畫出一些軌跡 還是怎樣 你可以去思考 它有很多應用性 但你想要他拿來幹什麼 那再來是SOP的建立 你對他一定要有 我們一般不管是多簡單的飛行器 我們在訓練外面的公司等 基本上我們都會告訴他一套SOP 就是隨著一個標準的反應流程 那SOP的建立 你自己要思考 因為一旦你的飛行器有狀況 你絕對不能傻在那邊 你一定要有一個相對應的一個救援的措施 你才不會傷到別人或是傷到自己 再來是抗干擾跟人員訓練的部分 抗干擾比較麻煩是 你只能靠一些兩側的素質 或者是看來如何的方式來做 所以整體來說簡單 其實是蠻簡單的 你組裝起來並且飛行 當然我可以保證你早上拿到零件 我可以告訴你方法 我大概下午就可以飛了 但他也很難 難在什麼 你要湊齊我剛剛列解 你要確保他安全性 並且達到你的需求也是實用性 並且鑑定你屬於你自己一套操作的SOP 並且你必須抵抗各種干擾 因為你的功能達到 但是你去外面飛 你可能會遇到哪些干擾 如果你去氣象雷達站 旁邊飛 當他一開機 你的電子零件要燒掉 當你的飛行器在高壓電腦旁 你當然不用 他沒有開不開機的問題 你當然一靠近 你的羅盤就被干擾了 所以這些經驗的東西其實是比較難累積的 對所以也是我們實驗室陸陸續續會 跟幾個學校或是我們校內幾個系 然後大家會湊起來 然後大家互相交流 也是這幾個主要原因 右邊的照片只是給大家看 這個是大概從150公尺到200公尺 只要給他摔下來 他運氣很好 他是摔到樹上 但摔到樹上他就折了兩隻 那光是找問題到維修完成 當然花了兩個月 所以這個東西我想大家趕快玩 因為法規還能建立起來 等到法規建立起來就不好玩 因為很麻煩 等一下會稍微提告一下 這東西是蠻好玩的 那Open Source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多 那我先跟大家提一下法律的東西 目前台灣法律針對文宅居是沒有任何規範 他只針對一件事情做規範 你要通拍他只規範你要拍什麼 因為這跟我們國土的機密有關 當然我也不知道這有什麼姿勵 因為其實你要拍也是可以拍照 不要被抓到 那我們法規只針對這一塊去做控管 那第二個控管是 我們像是我們國外特區是所謂的絕對禁航區 或是部分地區是所謂的限航區 那限航區是所謂的可能在某些高度以內 他能飛 我們的高度以內不能飛 那絕對禁航區是你連飛都不能飛 所以其實學運的那幾架其實到後來 到後來國安局都有做一些相對應的反思的動作 那請大家也不要以身釋放 因為去飛的人基本上後面都是新聞媒體的大樓默許的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去玩的話 就是像某一位先生被罰了大概100多萬這樣 這樣大家應該都懂了 那給大家看一個影片是 我們當初用3萬塊的機器來拍的 影片是順的 我知道為什麼這邊是累的 那你就會發現 剛剛講到刷雲排 畫的用途是什麼 你會發現上面兩邊的感子一直在晃 可是你的影像是穩定的 他可以及時去修正 你所造成的所有的傾斜 所有的震動 他可以去做修正 那這些都是實驗時候無聊拍的 所以當然不好看 不過那時候老師要就送給老師 那其實這個高度 我們下面其實都有人 不一定有人在看 但我們會確保下面沒有人 或是會派學歷下面去清場 對 那當然 常常也會有人看到你在飛 然後就靠近 那基本上 那種是製造的 你們就可以先表演他 這個高度其實不高 大概才100公尺而已 對 那這個東西也很好 好處是什麼 你只要找一個空洞的地方就可以飛 那一般的遙控飛機其實很難 一般的遙控飛機 台北市大概不超過五個飛行的地方 對 那四周的話 理論上也就要在那幾個地方飛 那我們其實學術單位就比較偷懶 就會在學校那邊飛 對 但我們都會約法三張是絕對不能出池 那為什麼叫大家趕快玩 大概最快明年 我們的相關法規會根據北約的 無人飛機的相關法規一起去訂定 那 大概有50%的機率是 你要操作這類型的飛行器 你必須要移中體格 一般其實是所謂的夾總體格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講種體格很難抵達 那什麼叫移種體格 移種體格 其實大家應該都是移種 就是好手好腳 但麻煩是 你為了這個鳥東西 你還要去體檢 這是比較麻煩的 那再來是 未來會強制規定 擁有持有這些載具的 是必須跟公家單位合作的私人單位 或者是本身就必須是公家單位 那像我這種私人單位大概就是 到時候大概是第一個被操的那一批 對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大概2015年前 能玩的時候盡快玩 不然如果真的根據北約的相關法規來規定的話 到時候會是風聲鶴鈴 那因為時間好像也差不多 我想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那如果有想玩的話 可以找我們 大家一起玩 我想這個東西裡面的話會很累的 因為第一個東西不便宜 你也不會想摔 第二個是 有些經驗的東西 大家聊一聊 你可能不用花太多時間就可以克服 我想這也是開源的一個好處 不只是程式碼開源 我想我們 我們時間是大概 所有的公司行好 來問我們這些 怎麼去組裝 怎麼去訓練訓練 基本上我們沒有收過半毛錢 對 因為真的要收錢的話 我想他們應該付不起 所以 反正大家一起玩 對 我們就用他們錢來玩他們的設備 然後玩他們的人 然後跟他們說不收錢 他們以為他們賺得到 對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來詢問 這個東西會越來越多 所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找我們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 轉交給 主持人囉 好 那大家一起掌聲 謝謝獎師的分享 那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準備準備 我們要上下一堂課了 那大家休息一下 我們要上下一堂課了 好 感谢观看